美军有一艘伯克级的神盾驱逐舰米利24号进入了西沙群岛的海域 解放军指控这个就是非法闯入 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上头说了 解放军的南部战区依法进行了跟踪监视 并且予以警告驱离 3月23日美国海军米利24号军舰未经中国政府允许 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侵犯中国主权 威胁中国安全破坏有关海域的和平与安宁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依法进行跟踪监视 并予以警告驱离 美方应当立即停止此类侵权挑衅行动 中方将继续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 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美国政府日前有发布一份人权报告 揭露墨西哥的人权问题 但是这让墨国总统很不满 猛批美国自己你也存在人权问题 还有毒品的危害以及主导破坏北溪 不仅墨国的总统连番对美国炮轰 巴西总统鲁拉也预告26号即将要访华了 抢着跟中国大陆加强双边关系 美国国务院日前发表2022年人权报告 其中揭露了墨西哥存在人权侵犯的问题 对此墨西哥总统欧布拉多很不满 公开抨击美国指责根本再说谎 对于欧布拉多如此炮轰 美国国务院也有话要说 we have never been ones to indicate that we are the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 or some kind of edict like that specifically as it relates to Mexico though the reported involvement of members of Mexican police, military and other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in serious acts of corruption 欧布拉多火力全开 不仅抨击美国也有人权问题 更批评了毒品危机 还提到了普利兹奖得主 也是资深调查记者赫什的一份报告 指责拜登政府诈毁北溪天然气管线 赫什之前就曾爆料过早在去年夏天 美国潜水员就在北溪馆线下装置炸药 并在三个月之后由挪威引爆 消息一出引发各界轰动 对此白宫则是极力否认 而不光是邻国墨西哥抨击美方 巴西总统鲁拉也将于本月26号访问大陆 相信鲁拉总统此法将从元首层面 引领开辟新时代中巴关系新未来 推动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 有别于巴西前总统波索纳洛 对美中关系不冷不热 现任总统鲁拉上任之后 左右逢源让中美都想拉拢抢当盟友 接着林雷涵综合报道 主上这个梦梦水 孤家配方启入入睡关键 梳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蠢酸调节情绪 增强抗担能力 还有德国氧干局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帮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钟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关键